快点 慢点 弟弟 你们这人抱着你吧 不是我说啊 你说你个废物 在我们家干什么呀 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 有什么用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我是你的继母 妈 不管怎么说 你嫁给我爸了 你就是我妈 嫁给你爸了 现在你爸没了 你爸在的时候 我是你妈 你爸不在了 我不是你妈了 就是呀 你是这么胖 在吃我家多少粮食 妈 弟弟 你看 我的腿还瘸着呢 你把我扔这里 我怎么办呀 你哎怎么办怎么办 关我没什么事 给 自己要办去吧 妈 给他废什么话 扔给他 看到没 拿着个皮 我要钱 要我的钱回家 另一个腿给你打断 走 妈 弟弟 妈 我该怎么办 我去哪要钱呀 姐 这中午吃啥 你做啥饭 做什么做呀 我不会做饭 哎 要饭呢 哎 姐你快看 好好搞笑啊 你有钱吗 大哥 大姐 行行好 给点钱吧 叫谁大哥大姐呢 他还给咱们要钱 咱们中午饭 不知道怎么吃呢 就是 这这碗里 怎么一点钱都没有啊 你这怎么要饭呢 就是 在这儿啊 出了碗眼 瞅你没出息的样 要饭都不给要 你还要它干嘛 姐 咱们走吧 别理这种臭碗饭的 走碗眼这是 你们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他把我的碗给踢走了 哎呀去哪要钱 哎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哎呀 妈 终于啊 把那雷队给赶出去了 是啊 以后啊 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妈 咱们都把那雷队赶出去了 这房子 不再是我们的 不给你 还能给谁啊 哎 对了儿子 这燕子 他能同意吗 哎呀妈 这燕子 哎 哎 妈 到时候咱们就说 那废物啊一个人走丢了 咱们也找了 没找到 儿子 这能行吗 哎呀妈 您放心吧 听我的呀 绝对没错 行儿子 妈听你的 行 妈 你去做爸爸 我还去睡会儿 行走 哎 难得今天下个早班 回家啊 看看我弟弟去 浩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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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起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 咱们 是我自己 我想出来走走 你想出来走走 那你怎么在地下坐着呢 到底怎么回事 姐 我这是不小心摔倒了 一直半会儿没站起来 姐 咱能不能搬出去住呀 你说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搬出去住啊 是不是妈对你不好呀 妈 没有啊 姐 那你说什么傻话呢 好端端的 你再说了 那个房子是咱们的 咱们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姐 你看我的腿都却成这样了 搬出去住 不要拖累他们了 行啊奥迪 你不要想太多了 这妈跟小天 是不会嫌弃你的 咱们先回家吧 要不然他们该着急了 姐 走 来慢点 慢点 妈 妈 奥迪 吓死了 你去哪 妈 这奥迪啊 怕拖累咱们 所以啊 他才一个人跑出去的 刚才我都已经说过他了 奥迪 你说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奥迪 一会儿 你要出去 跟我说一声 我扶着你出去啊 你看 你一个人出去 多危险啊 是啊奥迪 我就说吧 你肯定想多了 你说妈对咱们多好呀 你说妈对咱们多好呀 这段时间多亏了她来照顾你 是啊奥迪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小天 小天 快出来 你给谁回来了 妈 呃 妈 谁啊 他废物 奥迪 你 你去哪儿呢 我 行了 奥迪 你累了吧 小天 扶奥迪 回屋里休息休息 行行 小天 我请休息 来 慢点 喂 王总 什么 出差 这 那行吧 我把家里安排也好了 我就去 行 那我先挂了 妈 妈 怎么了 燕子 妈 这我们公司啊 领导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出差一段时间 妈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又要辛苦你了 燕子 说什么辛苦不辛苦啊 你把我当外人了是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出差啊 你放心吧 家里有我呢 行 妈 谢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们姐弟俩的照顾 对了妈 我这里啊 还有两千块钱 你拿着 回头啊 需要什么 你就买 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说 燕子 你每个月 给把我三千块钱了 这我就不要了 妈 我现在啊 涨工资了 这些钱啊 你就拿着吧 以后啊 用年的地方跟我说就行 行 燕子 这个钱 我就拿着了 以后啊 我好好照顾我的 妈 那我去收拾东西了 我等一下就要走 再不走啊 又来不及了 行行行 那我去啊 儿子 你看 这燕子 又给我两千块钱 他说了 每个月 以后给我五千块钱呢 这有钱拿的感觉真好啊 不过 这些钱 画给那个废物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说什么呢 你才是我的欠儿子 画给他干什么呀 妈 你看那个废物在家里 天天还在做他的饭 咱们不如趁他出山了 把他丢出去吧 儿子 这能行吗 妈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 留着他干什么 要不把他喊过来 老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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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 快点 陌陌兮兮兮的 快点 怎么了 还怎么了 这你姐都走了 你在这干啥 这 这是我家 我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哟 还你家 你爸在的时候 这个家是你的 你爸不在了 这个家 现在是我 和我儿子的家 你 你们 你们要霸占我爸的房子 我是不会同意的 哟 你不会同意的 你拿什么不同意啊 你个废物 先生 你说的不算 以后啊 这就是我们的家 什么你们的家 什么你们的家 这是我家 这房展证上 写的可是我爸的名字 哼 还你爸的名字 那房展上面 还我妈的名字呢 这你爸都走了 现在房子 是我妈的 知道不知道 你们休想要霸占我爸的房子 我和我姐 是不会同意的 你姐 已经出差了 你要实际上去的 赶紧给我滚 我不走 今天无论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走的 不走是吧 儿子 给他眼睛看看 行 不走 不让你不走 不让你不走 王总 你说的那合同 在车上呢 啊 乔婉是记性 我放家里呢 你等我啊 我回去拿一下 行 走走啊 走 我不走 我不走 别打了 我不走 不走 不走 别打了 我不走 不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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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呢 你啊 姐 你怎么回来了 还我怎么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 我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竟然这样对我弟弟 姐 你可回来了 啊 那个 姐 我跟奥迪哥闹着玩呢 你行了吧 我都亲眼看到你动手打他了 你还在这里狡辩 妈 自打你嫁给我爸以后 我就打心眼里已经把你当成亲妈 我想着 我爸走了以后 你是真心对我们姐弟两个 没想到 啊 你这样对我弟弟的 我每个月给你打三年块钱 让你照顾我弟弟 你就是这样照顾的 燕子 我 行了吧 没想到 你们娘俩居然是这种人 当面一套背地一套 姐 他们两个想霸占咱爸的房产 你们想都不要想 这个房子 是我妈当年留下来的 这我爸给你结婚以后 为了尊重你 才把你的名字加上去 现在 你想要这份财产 门都没有 姐 我为了照顾你弟弟 我连公公都没找 你不能埋没我这些年的 不老吧 你闭嘴吧 你那是为了照顾他吗 你那是好吃饭做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又指着我给你那三千块钱货日子呢 妈 我本想着我每月给你三千块钱 我还怕你不够慌 我特意又给你加了两千 我以为你会好好照顾奥迪呢 妈 亏我叫你什么 你对得起我办法 你这样做 燕子 你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放心吧 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好对你 好好照顾奥迪 你行了吧 这么多年 我偷心偷背的对你 你就是试试块石头 我也该给你捂着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既然你们不忍 就别怕我故意 你们走 离开我家 守着给她儿子过去吧 燕子 走 燕子 走 滚啊 弟弟 对不起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们娘俩的真面目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姐 我这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 就一直没有告诉你 弟弟 你可真傻 现在好了 我把那对恶毒的母子已经赶走了 以后 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 好 姐 以后 姐一定好好照顾你 不然你再受一点委屈